大家好 最近的温度慢慢的下降了 很多夏角兰开始恢复生长 长出了非常多的新叶子 我们要知道 这个夏角兰的叶子 不是越长越好 主要是 把这个叶片养壮养肥了 到了花期 一个叶片就能开出四五个花苞来 夏角兰的叶片越长 输送养分受阻 或者是这个叶片越长越薄 开花的时候 不会开出品质高的花朵 所以我们一定要剪 把这叶片全部的剪掉 我们最好就是 切 把上端的叶子一拥有就行了 欢迎们一定要记住 因为夏角兰开花长叶子都是从顶端的 枝头长出来的 我们 不要破坏顶端的生长点 把叶子摘完之后 我们施肥 可以选择一些含磷钾肥比较高的肥料 这样能促进它 花样分化 开出品质高的花 好了 喜欢夏角兰的花眼门 我们一定要 勤扎叶子 这样呢 下次开花更整齐 更多 好了 再见 再见 再见